又開玩笑 一見面啦 馬上來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婉婉兒 大家好 第二位是丁國琳 第三位 楊秋蕙 第四位 蘿莉塔 今天我們特別來賓 全部都是女生 難道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 跟女生有關嗎 女性的話題 是 跟感情有關 到底是什麼話題 大概 是的 俗話說得好 又要馬跑 又要馬而不吃草 我們今天講的草 不是仙草 不是害羞草 我們今天講的是回頭草 聽說好馬不吃回頭草 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我覺得不一定耶 看情況 我認為真的 因為人要服氣 幹嘛要去吃回頭草 假的 因為有很多人 還不是回去複合跟什麼 真的 應該會有那個嗎 其實吃回頭草不是一個好吃 假的啦 因為我身邊很多例子 都是分手之後又複合 又分手又複合 假的 因為有很多好馬 還說吃回頭草 好 聽說好馬不吃回頭草 真的假的 但是我們這個特別來賓 要選邊站的時候 我們先來介紹我們的兩位專家 第一位是我們的吳淡如小姐 Yes Yes 第二位是我們的郁姐愛小姐 來 姐愛 大家好 好 兩位專家作證的話 我相信今天的好馬不吃回頭草 到底能夠辯證 到底是會吃回頭草 還是不吃回頭草 好 姐要先小心 對 選擇真的的話就是好馬 不會吃回頭草 不會吃喔 那如果選假的話呢 就是會吃回頭草 不會吃喔 是 所以說請我們特別來賓 選邊站 聽選擇 兩邊 這邊沒有聽錯 不是老馬不吃回頭草 這四個比起來 如果按照年紀來講 都是最年輕的沒有錯 我還以為是蘿莉塔最年輕 蘿莉塔最老 你知道嗎 最老練 最老練 對啊 他感情的生活非常之厭 我跟你講他加入大學生12年 你去吧 大學生只有10年 好 加入10年 他28歲那年加入的 難怪我看我國中畢業紀念書 有一個同學長得很像 不要再亂講 他剛剛已經在念佛斯班了 還加入大學生 不要再激怒他了 他是屁啦 什麼樣的X都會出來的話 他就是新生代的楊秀慧 你知道嗎 他如果要找你走的時候 你走到無地自動 我跟你講 這樣有什麼不好嗎 他像我 你有密切嗎 好 現在…我們三位呢 這個丁國琳還有楊秀慧 還有蘿莉塔是選擇 豪馬一定不會吃回頭草 一定對不對 拜託 吃過就不吃 吃過就不吃 豪馬一定會吃 豪馬一定會吃 你看我們都看你吃這麼大 會吃 會吃 但不一定 他的意思是說不一定會吃 但是會吃 會吃 豪馬被吃回頭 我好高興喔 雖然我跟那邊講 匹馬是很好的朋友 但我好高興這年輕的站在這邊 沒有喔 大夫姐 你要你的論點要能夠說服他 要不然他待會兒會跑票的 先從最老會 最老會開始好了 我最沒有經驗了 對 他真的... 你真的怕咪 你怕咪 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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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七 八年才換到一個 他機率 頻率沒有很高 對 大夫姐 你這樣子 我就要反駁你了 我就要反駁你了 反駁你了 因為我是好吃 常常吃 對... 吃飽 吃飽 我就放一趟 秀慧姐的名言 楊秀慧 我是一塊好貴 對啊 楊秀慧有一塊好吃的貴 楊秀慧走路 尤其那一塊有一塊好吃的貴 他媽媽真的把他放 放到小肚子又犯罵 有一隻尾牙 那主持到一般的就很脫光光 這肚子不敢流出來了 我又200肚子有 對啊 有...我快把他拉下來 我抓緊下去 為什麼我這樣視線比較好 我如果警察來抓 會抓主持 因為你是鎖使他脫衣物的人 所以你要看下去 我抓他一命 要不然你看他在樓子裡面 他就我一命 他當時沒有把我拉下來 我現在還在監獄裡面 對 他先問一下 好把不吃回頭草 你要坐在這邊 我跟你講啦 因為一個人的個性 你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你永遠狗改不了吃屎 對不對 貓兒哪一隻不偷心的 貓兒哪一隻不偷吃心 對啊 每一隻貓都愛吃心啊 哪一隻不偷心 為什麼你會跟他分開 也許你就覺得說 這個人不夠用 不夠強 因為他沒有滿足我嘛 不是 精神上 再來精神上滿足不了我 經濟上也滿足不了我 好 我現在跟妳已經切了 我已經跟妳說好 我們切了 切了之後妳想 我再回去找妳的話 妳一樣這些點都還在啊 我不會去找白天 如果我飯不吃 我要去吃蚵仔麵 蚵仔麵 不要吃蚵仔麵 不要吃蚵仔麵 蚵仔麵 吵蚵仔麵 對 所以蚵仔麵是 以性能力為取消 而且經濟能力 他是有經驗的人 包括男生的體力 經濟能力 他都要考慮在內 他是這樣的角度 他也沒選那麼多 蚵仔麵選男人只看體力而已 沒有啦 都要簽譜啦 那丁國玲呢 說起來很慚愧 除了小丁丁的爸爸之外 我很對不起我其他的前任男友 因為每一個都很認真交往 至少兩年以上 但是每次戀愛談著談著人家就說 我們結婚吧 妳如果要結婚 就要 不可以吃蚵仔 為什麼要有很多人口味嘛 對不對 要結婚就是綁死了 秀希姐 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話題能不能在精神上面多一點 在性上面稍微少一點 柏林跟秀慧都一樣的 就是說狗改掉 改不了知識 那個點永遠不會改 他們的論點是這樣 但是淡如姐她就不以為來了 她覺得說好馬應該可以吃回頭 為什麼 我有一個MBA的原理 很簡單 開發新客戶的成本 比維持舊客戶的成本還要高 YES YES 沒錯 對 沒錯 要聽淡如姐來解釋一下 對 也就是說 其實 好馬要不要吃回頭草呢 那兩位那麼的激動是因為 她們真的是好女人 但是她們吃的都是毒草以前 如果妳是好草的話 妳為什麼不維持這個舊客戶呢 對不對 這邊 秀慧 那就會分成你們的問題嘛 秀慧有什麼意思 秀慧 但是因為我要推翻那個 淡如姐的論點 她說什麼開發新客戶的成本 要比新客戶的什麼成本 維持舊客戶 舊客戶要貴 不要 因為我們如果開發了一個新客戶 最不然我們可以多吃一頓 不... 妳沒有完全懂淡如姐的意思 淡如姐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在第一次的投入初期 就是有問題的 秀慧姐的意思是 因為新草比舊草好吃五倍 所以花五倍錢沒有關係 而且妳吃到一個新草 妳的那個費洛蒙 妳的細胞會再次活化 這是用錢買不到的 妳可不可以不要在性上面做出發 精神 等一下 她如果不從那個出發 妳覺得有什麼論述 能夠在短時間能夠說服我 妳先講好了 不是 淡如姐 老師回答我 妳老公是妳的婚頭草嗎 其實是 妳要讓人家對答 淡如姐今天在我們的節目 要說明她的老公就是她的前老公 多很最不利 多很最不利 不是這個意思 她就是我們也曾經 分分合合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認識的時候才二十幾歲 那雙方都不成熟 可是後來想一想 還是她最好 所以 所以妳會覺得說 而且妳瞭解她 她也瞭解妳 妳後來回過頭來想一想 真的要結婚的時候 發現啊 這個十幾年前就認識的這個 是老實可怕的 問題在於 我們這吃的不是毒草 他們吃的都毒啊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後面跟你交往的人很可憐 等於你在跟其他人交往的時候 你都在想前面那一個 那後面跟你交往的算什麼 妳媽媽不是都有告訴妳 其實結婚前要多交往幾個可憐 對 然後也是一樣 那為什麼要多交往幾個看看 不是要嘗不同口味 妳吃心口味也很可能拉肚子 對不對 那如果妳真的覺得 那個人很不錯的話 其實妳只是比較試試看 能不能交往 我講得很精神層面 怎麼講到妳 那問題 鄧如姐有個問題就是說 當妳要吃回頭草的時候 那妳的老公願不願意呢 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也沒有很多人追啦 所以一直過了很多年 那旁邊的草也都沒有走 其實 馬會選草 草也會選馬 他一定也是好的馬 那草才願意被吃嘛 不然馬要來吃我就給他吃喔 我草也是會跑的 大家都在講說 好馬不吃回頭草 是因為草很好吃或草很難吃 都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有時候不是妳自己好吃不好吃 是別人妳不想吃 別人也還很愛吃喔 例如說妳們兩個之間有小孩 小孩想要爸爸回來 或是妳們之間有公公婆婆 妳明明就沒有想要復合 可是公公婆婆 一直叫妳們重新再復合 妳就跑去隨便亂復合 想說沒有關係 我就為了這個家犧牲一下 就去復合結果又馬上離婚 我身邊就有兩對 就是跟同樣的人在復婚 結果又同樣就再離婚 好 所以說玉姐愛 她提出一個論調 就是說不是我們男女之間的問題 搞不好親情中間 限時考量 限時考量 就是為什麼不能吃回頭草 因為我身邊有非常多 就是那種有前男女友回來 想要復合的經驗 然後我看了很多以後 我歸結出他們想要會 會跟前男女友聯絡的三個原因 第一個 就是下面很癢 然後第二個 會打電話來聯絡就是要借錢 很多都是這樣 男朋友前男友前女友打電話來借錢 這樣子 第三個 她就是在做直銷 不是 直銷就是想要賣保險 賣你比較好 就對啊 更不好 這有可能 不是為了體力上面 為了金錢方面 還有那個目的 假如說我們分手了 那我覺得我分手一段時間 沉澱了 是不是還可以跟好朋友 還是可以再聯絡 所以不如是像她講的 沒有 聯絡可以啦 但是聯絡的目的路 沒有 就是像剛剛她講的 或是小天啊 有一種是都 跟前男友當好朋友 不能當 沒有… 沒有… 如果她也想呢 對啊 如果請投一盒 如果除了外面還會危險 對啊… 等一下 可以啊 等一下 我想我今天是來做朋友 如果 如果那個男生把她當 每次都有付她錢這樣可以嗎 好 妳說妳接著 她們就不應該交易 她們在那邊買賣 她們在那邊買賣 真的 但是呢 我們剛剛也講到重點了 就是說男女會複合的話 可能是有目的性 她講也有點道理嘛 就是我們在一起過 多少一點感情嘛 比方說過年過節 打個電話關心一下 OK吧 可以啦 過年過節打電話給前男友 妳現在有男朋友 她會很難過耶 對… 如果你過年過節 妳那個親生接妳的男朋友說 我要跟我前女友講一下話 妳覺得更開心嗎 而且妳知道嗎 剛剛蘿莉塔講的是 男生找女生來複合 可是女生為什麼要去 找前男友複合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被新的男人傷害了 對 這邊好像台山倒海的氣勢 對啊 這邊就一直想要吃回多少 對… 彈如姐要開炮了 就是個壞女人 小心 彈如姐要開炮了 小心 好 我想找王先生 找她幹嘛 現在就是在做銀行啊 想要說 然後推銷她信用卡這樣子啊 她都需要辦卡啊 妳以後不要再打來 怎樣 喂 嘿 小蕙 想我了喔 吃什麼飯 晚上來交妳就好了 小心 彈如姐要開炮了 小心 雖然我現在已經覺得自己非常的孤單 妳有隊友還覺得孤單 還 因為我的隊友 我的隊友是一個恐怖情人 我不是 沒有錯 草跟馬兩個都要覺得彼此合適 才能夠在一起 可是我覺得我們東方人的 有時候那種觀念不夠成熟 比如說啦 妳現在已經有小孩的狀況 那我覺得 如果妳現在是她的第二任太太 或什麼 妳也要容忍說 老公要去打電話給前妻 問問看 如果孩子在那邊 問問好不好 怎麼樣 其實並沒有別的意思 純粹的責任 純粹的責任感 那我會覺得這個人 還是有情有義 對 所以我們應該要 更寬宏大量的來看回頭草 這件事情 沒錯 只要這個草是好的 那我們就維持著很美好的關係 當然啦 我也同意對方也有一個論點 其實男生跟女生的態度 真的還不太一樣 女生如果去吃回頭草 也許她是被傷害 這是有50%的可能 另外50%就是說 我想想還是過去那個對我好 當時我年輕不懂事 不知道她的好 她也成熟了 但是男生真的 很大的一個成分 常常也是 被現任的女朋友傷害了 回去找前女友 為什麼她覺得方便 好 這個對鄧雯姐講到重點 對 現在就是說 男女被傷害的時候 她會做個比較性 就是說現任的 跟以前的比較 我被現任的傷害 我會不會去找前任的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做個試驗 有沒有人願意打給前男友 測試一下 因為既然大家避雷分離對不對 真的嗎 有嗎 我覺得嗎 我找一下 我很久沒有打給他了 電話還記得耶 這個不會 他刺在身上 還是住家電話耶 不是我們要安靜的意思嗎 對 大家先安靜 來了來了 好緊張喔 喂 她進去 喂 喂 你是誰 你好 我想找王先生 找她幹嘛 我有事情想要跟她講 我是她女友 我以前的好朋友 我是她以前的好朋友 然後我想說 問她在不在這樣子 她不在啊 那妳知道她到底要幹嘛 沒有啦 就想 想說在 問一下這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別的那個 對啊 好 妳聲音怎麼聽起來 這麼像她女友 沒有 什麼 是嗎 沒有…我是她以前那個同事的 我現在就是在做銀行 想要說 退銷她信用卡這樣子 她都需要辦卡 妳以後不要再打來 很兇耶 會不會是因為 妳突然裝南部槍 她以為是詐騙集團 有可能喔 對啊 妳前面葡萄宇還很標準 後面就變南部槍了 妳要不要再打一通 我太緊張了 我跟她說 妳男朋友現在在我手上 真的假的騙集團 這邊有沒有 江湖老道的 秀惠姐 秀惠姐 妳比較成熟的 我們節目創業違建 幫我們送一下收視頻 對啊 秀惠姐好緊張喔 唉唷 在忙 搞不好換了電話 有可能耶 搞不好看到我的電話她不接啊 對啊 有可能 怎樣 怎樣 喂 唉 小慧喔 在忙喔 小慧喔 小慧喔 沒有啊 在家 在家喔 嗯 這樣想啊 蛤 想我了喔 想我了喔 這個還可以 你在忙嗎 你在忙嗎 不會啊 阿坤在旁邊 阿坤是誰 他在找我什麼事 講話方便嗎 可以啊 妳打來都OK啊 看什麼時候有空吃飯啊 吃飯 吃什麼飯 晚上來家裡就好啦 沒有啦 那麼熟了對不對 請你家不方便 不方便 沒有啦沒有 沒有 電視啦 電視 嗯 那個 那 看看這幾天有空出來吃飯呢 就說不用吃飯了 吃怎麼辦 那直接 來家裡吃喔 要不要 來家裡吃就好啦 那麼熟 那麼也那麼久沒有見 你沒有交女朋友嗎 有啦 有在挑啦 但是 感覺跟你比較合 對不對 各方面都那麼合 喔 這樣子 阿有在交你就 去交新的就好了 跟我 跟我合不合有什麼關係 阿就習慣了咩 阿怎麼改對不對 怎樣要不要 晚上過來 你搞得好像在叫雞耶 什麼 要不要過來 我是純粹說 把你當出來也是朋友 那三不五時問你好不好 最近生意做好不好 不是說 你好 你過來過來 我家睡覺什麼的 你把我當什麼 也沒有睡覺嘛 就過來這裡吃吃飯聊聊天 去去舊嘛對不對 不然我叫 我去爹你好了啦 你就有女朋友 你就去找你的女朋友就好了 也不一定去你家 去你家 我覺得我個人還滿危險的咧 現在沒有嘛 所以你還是可以過來啦 就等你啊 好啦... 那... 那再說啦 你慢慢等啦 慢慢等啦 好 拜拜 謝謝秀慧姐 謝謝... 那這個以身試法呢 自己敢這個 有可能要打給這個前男友 不過喔 這個很明顯的喔 他們剛剛我們就測試 吃回頭炒的樣子 好像兩個結局都是不好的 一個被人家獻的女友掛電話 一個是... 不好意思喔 好 你要在說我不認同喔 他是買 人不愛 我是 人他買 我不愛 好啦 妳看誰就對了 那人坐坐面子賣 多一樣 什麼的一樣 我們就幫幫忙 你是我愛在外面 你在家裡 在家裡我搞不好會啦 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還是 雖然有兩派的說法 請一人其力 我們再選一次好不好 對 看看你們的立場有沒有改變 好把不吃回頭炒 你覺得是真的 還假的 還假的 再一次選擇 現在到40歲的丁國琳要接受檢測了 他已經100了 我跟你講他現在 他已經破表了耶 他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已經新 無論你怎麼努力喔 你還是會考不好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有些人啊 平常會讀書 但是考試他一定會失常 第五名 想不到吧 好把不吃回頭炒 你覺得是真的 還假的 假的 再一次選擇 你們總是有好一點的炒嘛 你絕對你是過來嗎 你都沒覺得 對啊 是你過來啦 對啊 一定還會遇到好吃的嗎 他遇到那個太好吃了 好新的就是新的 那你不要走啊 要被舊採拿了 好 現在這個 女圈不聽的王范兒 還是堅持在假的 剛開幕好好笑 三個大姐一直在見她 還來 還來 好 請坐 既然是論述那麼的確鑿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要請大愷 幫我們民調分析一下 一般民眾的看法是什麼 是的 經過我們百人街頭 普查之後呢 好馬不吃回頭炒 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 一般民眾的意見是 61%的民眾覺得是真的 那只有35%的民眾覺得是假的 是不是 還有4%的人沒有意見 沒有 叫起來很好吃吃吃看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得很熱烈 那觀眾朋友 你們覺得呢 新英大叔 翹小妞 小潔 老婆 我跟你說 我只睡8個小時而已 那一天睡8個小時很夠啦 我7天睡8個小時 7天才睡8個小時啊 妳在幹嘛 我最近要考試啊 但我考不好 拜託喔 平常我就有觀察妳 我告訴妳 無論妳怎麼努力 妳還是會考不好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有些人平常很會讀書 但是考試他一定會失常 妳幹嘛不早一點這樣子 然後我一天就去12個小時 妳趕快去睡吧 我來分析喔 12個星座裡面 由哪5個星座呢 考試會失常的 第5名 雙子座 想不到吧 雙子座頭腦非常聰明 而且靈活調度 它怎麼會考試失常呢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雙子座它神經質 神經兮兮的 患得患失 你不要以為它心裡面很鎮定 其實它表面上 雖然很鎮定 但是考幾次來 它會把複雜的東西 更複雜 那就是 它如果不要想那多法 會考得很好 就是啊 它讀過了就好了 不用再去重複了 雙子座是絕頂聰明的 好 第4名是 巨蟹座 巨蟹座大家會覺得為什麼呢 因為巨蟹座我們講過 它是需要極度的安全感 它包括 它在家裡讀書的環境 跟考場的環境 是不一樣的 對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既然不一樣的話 它會覺得周遭左右的人 跟它都不熟 它反而沒有這個安全感來作答 好像一個鈴聲想 大家都交卷 他會覺得 是不是這時候應該交卷 也是在那邊神經兮兮的 而且巨蟹座的呢 容易情緒影響它的成績 對耶 我有一個巨蟹座朋友 他每天都很努力 而且小考練習的時候 都考很高分 大考的時候 歪腰 到了 歪腰 好 第三名 第三名是我們的 水瓶座 大家也會覺得奇怪 水瓶座也是 十二個星座裡面 是高度聰明的 而且是絕對的 靠自己的智慧 來考試考高分的 對不對 對 但是問題就是因為 它太愛考高分了 所以說它有些答案 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想出來的 天馬行空 天馬行空 雖然它覺得說 它的答案應該是 照我這樣答是沒有錯的 但是問題它不是標準答案 但是它自己也不以為意 它覺得還是自己的答案最標準 郭哥 我跟你講 這個你醉了 因為我上身是水瓶 好 你就是這樣子 對 那你就不用讀書了 好 第二名的是 雙魚座 雙魚座 郭哥耶 對 雙魚座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雙魚座感情因素作祟 也太深了 就是說他在讀書的時候 他通常會覺得說 他已經讀過了 他自己感覺良好 認為讀過了 應該不用再附送了 其實不用再附送的同時 你就斷送了 你增加自己印象的機會 所以說考試的時候 突然考出這一題 你明明有讀過 但是感情因素認為說 你好像又沒讀過 反而就答不出來了 就像郭哥這樣子嘛 就是以為他已經練習過了 但是常常錄影的時候 還是會講錯 好像是這樣 好 第一名 第一名是處女座 這更不得了 大家又想說處女座 而且是條理分明的 來按部就班的來讀書 怎麼可能他會是第一名 對啊 考試作為失常 就是因為他要求得太完美了 所以說在考前的一天呢 他甚至可以讀到早上 要去考試的前兩個小時 那這會造成一個問題 不是考試的時候頭昏腦脹 要不然就是前一天失眠 失眠你就會影響你的記憶力 記憶力影響你的這個考試的成績 所以說你反而最臨正失常的是處女座 好 所以其實經郭哥這樣想一想 這五個星座都不是不努力不用功 只是要保持平常心 才可以考到好成績 沒錯 要像天秤座一樣對不對 凡事都按部就班 但是考試按平常心 他就自然就考得好啦 對啊 接下來我們大愷調查員 又來帶來給我們什麼樣的問題呢 大愷 是的 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五十坐地能稀土 六十靠牆能稀土 七十自然不吐骨 今天我們三位帥哥主持人 就要來冒著精進人亡的危險 幫我們驗證一下 究竟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是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 因為我已經三十了 可是我沒有如狼 我現在已經過三十了 但是我沒有如狼如虎 假的吧 我覺得身邊的中年婦女都還蠻乖 真的吧 某一些專家有解釋過 應該假的吧 好 這個聽說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是真的假的呢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探討了 那我們先來介紹兩方的這個專家 第一位是兩性的專家 吳淡如小姐 YES 第二位是我們心理醫師邱詠儀 歡迎 他厲害了 而且他有一套儀器能夠在現場 讓你無所遁形 測試你心理狀態 他一次就可以知道你的欲望 說話是真的還假的 完全驗不了人 真的 好 那我們回到這裡 就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是真的假的 那我們特別來賓 要選一下了 好 這裡是真的 這裡是假的 對 那邊是假的 這邊是真的如狼如虎 這邊就不一見得是 對嗎 沒有 算如虎 怎麼會有這麼驚人的 結果 對啊 我是見怪人的 我是見怪人的 一定會 這邊覺得如狼如虎 我是丁國琳跟蘿莉塔 這邊佛認 我很好奇 我本來以為 秀慧姐一定寫作這裡的 對啊 他試一下真的就是 完全螢幕上是另外一個人 對 不是安靜 自己像你 表面跟內心的笑話不一樣 自己像你跟他開個玩笑 你跟他 秀慧 碰一下對不對 秀慧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你他自愛 你不要跟我們打了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句話 什麼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我他們 我不認同 但為什麼會喜歡做 是因為我們兩個真的很 很尬手 人家說尬手 有沒有 尬手 我不知道國語怎麼說 就是兩個就是很情投意合 對 戚風對手 對 所以你會很愛做 所以就說機會 我每次跌倒幾歲 跌倒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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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跌倒幾歲 沒有 我看 這位同學 你是不是要去那邊 對啊 我發現妳三層妳是坐錯邊了 把她帶走 她走錯過邊 妳應該過了 我覺得怪怪的 所以說妳雖然坐在那邊 其實妳的身體會影響妳的心理 不要緊 到底心理影響生理 身體影響心理 我們透過一個儀器來測試 可能就會準 我們來問一下邱永玲老師 醫師 真的有30 40的時候 那個性慾會比較高 會這樣嗎 30如狼 40如虎嗎 其實根據比較大規模的研究 發現因為女生的性成熟比較晚 所以大概會在40歲到達一個巔峰 所以為什麼很多的這種姐弟戀 在性生活方面會比較協調 就是因為女生在40 男生大概在20幾的時候 都同時達到一個巔峰 所以這方面會比較協調 同時成長 那體力有剛好復合女心 對 50為什麼坐地能吸塑 剛剛大台講的 50是吸塑 吸塑 那60才能吸塑 這個可能是民間的說法 我們在醫學上 醫學上沒有這種根據 30如狼 40如虎 這句話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不是貶義 是褒義 因為你要看古人說 30二例 40不獲 就是這個意思 女人到了30 40歲的時候 已經看非常多 所以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對 所以像以我來說好了 以前就是會非常害羞 譬如說今天一個男生接近我 再曖昧了一年也沒有要在一起 那不是很累嗎 對啊 可是你看就是現在我已經長大 我就知道說今天有一個男生曖昧很久 我就敢直接問他說 所以你現在是怎樣 你是只想 我跟你說 這純粹跟30 40 50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覺得跟年輕人關 為什麼 這跟他相對有關 他現在都不相對 你是… 說那就沒說服 你是… 你跟他比你跟相對 不要 好 丹如姐有意見要發表了 不得了了 丹如姐 重泡要出擊了 其實我一直覺得 30如狼 40如虎是 你們少男的性幻想 對 所以你還沒有講說 30如狼 40如虎 只是男人的性幻想 真的假的 30如狼 40如虎是 你們少男的性幻想 對 所以你還沒有講說 我們是要摧毀我們男生的規模 當年沒有青春之後 你就會開始想說 他一定看不在的時候 是另外一個人 對不對 很多片都是根據這個主題 來描寫的 但其實 你說台灣女人 如狼四虎 其實很可憐 我覺得30如牛 40如馬 都在做牛做馬 對 這也很講的真實 正常的女性到30 40歲 其實生活壓力好大 對 尤其是很多結了婚的女生 對 又養兒育女 所以其實我還是覺得 女性那個 就生殖能力或荷爾蒙最強的時候 其實也還是在20幾歲 那剛剛邱院長講的 那個什麼40歲配20幾歲 我們聽起來 當然也是覺得很棒對不對 可是你去看 後來那些40幾歲配20幾歲 姐弟戀的 其實都是到了 沒有那個老下場的 不要這樣 沒有啦 你等一下就參加啦 沒有啦 大國總統下場還不錯 都是到了某一個狀況之下 他還單身 而且自己本身的經濟條件 也都還不錯 否則你如果到40歲 你如狼似虎也沒有用 你如果其他的狀況都不好 還在做你要做嘛 沒有人會看上你的啦 沒有機會發揮啦 真的 但是總比老夫少妻喔 因為老婆都這樣碰到一個問題 因為像我們現在慢慢大了 老婆現在過30了 我們現在親戴怎麼樣知道嗎 跟人家跟我們要錢一樣 就是你不開口 我就絕對不會給你 這就是要遇到對手是誰嘛 對不對 有人躺起來就沒 穿起來就沒 好像不是說 汗汗來的鳥屎 怎麼走開門走死人 對不對 這個語語講的 講得太好了 好 秀慧妳講一下 丁國磷買 吳國磷開砲 秀慧姐 妳真的應該坐這邊才對 妳說的都是真的話 我跟你說 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 因為他久沒做就精蟲異腦需要做 女生不一樣 女生是因為 有男朋友以後就會想 所以女生要有男朋友 隨時隨地都如狼如虎 錯... 我跟你講 就是後來我跟我那個男朋友 每次他如果要接我 我就真的是很厭惡 有的人是光是眼神 你會覺得融化全身 有人負責妙 負責妙 妳會覺得說 妳現在在搖5天 對嗎 對 妳在搖那些是不好吃 所以妳就不想跟他一次 他真的會想要 結果妳大家在說話 我很想要自己買藥 不是 所以跟幾歲沒有關係 我的意思是這樣 跟幾歲真的沒有關係 妳跟那個男生的前期 也是這樣這麼冷嗎 不是 他喜歡新鮮感 從剛剛到現在我就發現了 只要對他而言 新鮮就是好的 你去那邊 你應該會 你要在那邊也好 在這邊也好 反正我們今天有一個利器 來測試大家 到底有沒有什麼 講都沒用 對不對 講得跟真的一樣 心理的狀態搞不好不是這樣 人會騙自己 但腦波騙不了 騙不了自己 我們邱永玲醫師 就要拿出這個腦波 來測試大家的忠誠度 來 邱老師 邱永玲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螢幕 這個螢幕我們主要是看 下面兩個轉盤 尤其是這個轉盤 如果它的指數越到右邊的話 越接近90100代表越亢奮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特別注意 這個轉盤 另外那個轉盤 那個是放鬆 放鬆 越高就代表它身體越放鬆 對 就表示它不為所動 它現在很放鬆 很鬆 那現在我們要怎麼測試它呢 我覺得可能要下農藥 對 想到我幹嘛 那我們就音樂下 農藥來了 好 已經開始有期望了 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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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啊 啊 啊 為什麼要趕荡棕 喔 啊 一直在中心 這 한다 喔 對 sonaro 畢so 受不了了啊 真的 好保持 鎮定 唉唷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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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太腰了 他已經跟車了 好嗨 妳在坐雲消退車 這太爽了吧 好 過表 動作可能太激烈 不過已經有測到 他最高的興奮指數了 好 有測到就好了 好 我們下一位 好 現在要看30歲的蘿莉塔 這個因為我們主題是如狼如虎 這可能就是說剛剛也是 是貓 狗 現在剛好30歲是如狼 好不好 對 貓 狗 現在到狼 妳要代表30歲的年紀 表現出妳的狼性 可是現在看到妳的興奮程度 已經到70 對 很像 好 我們讓他再興奮一點 來 音樂 好強 這邊要稍微肉一點了 蘿莉塔 都可以硬 對 剛剛妳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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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來... 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到底真的假的 玉女排行生死戰 結果如何 廣告之後 馬上揭曉 蘿莉塔很厲害耶 她可以興奮 她也可以冷靜 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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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莉塔 妳要認真一點 不要笑 妳要投誤 對 妳要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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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為什麼長得那麼像烏海山呢 可以啦 OK... 謝謝小天肉 有... 好 抽到吧 來 謝謝我們這位廣告 素質應該很驚人 對 對 但是先保密一大 先保密 先保密 待會兒再來公布妳的事 但是一波 一波未平 一波又齊 好厲害 謝謝蘿莉塔 好 重頭戲來了 秀惠姐登場了 當中年紀算是稍長一點 稍長一點點 到底說這個年紀是古道熱場 還是冷井情深 我也超好奇 因為這樣一個檯面上 這麼樣的狂放 私底下這麼樣的保守的人 我好好奇她的結果 會不會身體跟她嘴巴講出來 大家以為說 她應該會很熱怎麼樣 會不會一弄之下 整個是彈歸零啊 秀惠姐整個有夠淡定的耶 淡定的對不對 不要壓抑自己 我不會啊 Open your mind OK 盡量 No problem 不是啦 No problem No problem 好 那準備就是我們音樂 下 來來 Thermo Thermo 去 Ther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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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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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妳喔 應該撤到了 好 謝謝 妳ством了 謝謝 妳是怎樣 心如之水 對啊 妳剛才pell子 都沒有看這個夢想 沒有啦 牠真的沒感覺 我真的沒有感覺 他看也沒效啦 你看多了就對了 沒有 我覺得你把新台幣 一疊放她眼前 他應該會興奮起來 秀惠姐起心動念的東西不一樣 對… 現在厲害 現在到40歲的丁國嶺接受檢測 已經100了 到虎了 我跟你講他現在 他已經破條了 你怎麼已經興奮到100了 他想了就破百了 他這個需要降壓 大愷 你興奮他降壓 他還降100 降下來 明顯降下來 興奮... 要他退到0也不大可能 來 我們現在音樂下 破條了 真的破條了 都還沒跳到就破條了 完全放鬆 解憶了 直接解憶了 給小費... 打了一點點 要放進褲襠裡面 褲襠裡面 先爬 先爬 幹嘛 我會聽說的那個 小子拿著 這就是我嘛 好 你先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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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車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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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唉唷 哇 沒想到 林果林 很久沒有看到火林 有這樣一個 少女的氣息 我錢還沒有塞完 你很大手筆耶 誰在跳酒 沒有太多一點嗎 我們等一下 剩下的錢剛好夠那個框拳廠 等一下錄完我們就把它帶走 好 四位這個女性特別來賓 都經過測試了 對 那這個我們要請邱醫師幫我們判讀指數 並且分析受訪者的生理跟心理的狀態 我先公布最明顯的好了 最不興奮的 就是剛才最後一組測的這個秀慧 他最新分的指數只有30 滿分是100的話 對 會不會他在測試的時候拒絕 拒絕測試 他有一種是三十如朗 四十如虎 但因為他50了 會不會就開始整個急劇往下這樣 也有可能是太久沒有開發 所以 沒有 沒有 就意思 或者是停經的就沒有感覺對不對 會啦 應該沒有 就是說 秀慧姐最低是低到多少 低到多少 低接近10而已 妳看看 最高30 太不興奮 婉婉兒的50 分冷靜啊 這麼年輕 對啊 看妳剛剛看到那個面包很High 我覺得就是有人在會不好意思 我知道 還是妳昨天晚上有做什麼事 妳不要這麼直接的講出來 意思就是說妳已經興奮過了 好 這是我們20歲的婉婉兒 對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30歲的代表 蘿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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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對嘛 所以我說這是個性問題嘛 可是 就是 不是感覺她剛剛的這個興奮的指數 她有刻意要把它壓抑下來 她那個指數 到85她馬上要回到50 如果真的要壓就壓得下嗎 不行吧 非常非常困難 但是有可能就是剛才那個舞蹈員 她可能太激進了一點 會讓她覺得說有點攻擊性 我有一次覺得蠻好笑的 對 剛剛 她是說邊側邊抽涼煙這樣壓得下 對 對 只能要邊喝冰水才這樣子 所以第一名就是4歲代表 她的指數 興奮指數是滿分100 我遇到那個跳Manpower的時候 超興奮的 內荷爾蒙分泌很正常好不好 妳本事不要講內分泌對不對 內荷爾蒙 他們都很這個心口如一 就是你看 如狼似虎的就坐那邊嘛 對不對 那這邊都老生入定啊 可是妳看秀惠姐的反應 妳怎麼說到 我覺得她真的已經過了那個事實 也是過了有點久 而且其實她對 就為我了解她 因為她私底下真是個文靜的人 她對新台幣真的比較有反應 她人生最大的目標就是 要替她爸爸弄一間房子 後面有田 可以讓爸爸種一點菜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妳如果現在拿新台幣跟她說 這集通告給妳5萬 她可能會比較興奮 對 她不重視肉欲那一種 真的 我可以叫戴如姐媽嗎 媽 妳不要這樣 妳不要這樣 可以說句話嗎 好 好 邱醫次有意見要發表 OK 我覺得回到我們今天的問題就是 30如狼 40如虎 沒有講到50對不對 對 不是說做地能稀土嗎 那個是大改加的 所以我們看今天30的指數是85 40是100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真的 有點感覺 對 好 你看看邱醫師經過儀器測試 他說是真的 那我們現在30如狼 40如虎 是真的假的 我們請所有特別愛賓再選一次 看會不會跑票 左邊 來測試真的 假的 左邊 紅色是真的 我 我已經被勸勁了 對 我們是自由投票名成的社會 妳不要再欺騙妳自己了 不要這樣子 現在是 妳要坐那邊還是坐真的那邊 妳自己自由選 妳不要再騙妳 雖然妳還沒到30歲 但是妳自己 妳看到他們的這個心態 身體的反應 妳覺得 是真的 這種東西真的就是看歌戲 想要就會想要 不管幾歲的 答對了 說得好 說得好 從今天開始呢 我跟你們講說 其實我是很文靜的 你們就會相信的 我們不會 我們也不會相信 因為一目形象已經造成了 不會 那我們要請大愷來幫我們民間調查 是的 我們經過了百人的街頭普查之後 究竟30如狼 45虎 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很清楚耶 所以說一般民眾覺得 56%的民眾覺得是真的 那只有36%的民眾覺得是假的 表示大家真的都覺得 30如狼 40如虎 但是還有8%的民眾 是認為沒有什麼意見 那麼觀眾朋友 你們覺得呢